5G很快,但是除了上网看视频,打王者不卡之外,还有什么用 5G会使哪些行业从业者面临失业,新的发展机遇又有哪些 5G具体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抱歉,看完这个视频,你又要破费两个币了 5G时代远不只是快这么简单 哈喽大家好,我是高脚大叔 我们知道,1G带来了语音通话,2G带来了文字和短信 3G带来了图片,4G带来了视频,那5G将带来什么呢 想要知道答案,我们得先说一说5G的三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EMBB,增强型移动带宽 这也是最直观的,传输速度变快了 我们的上传下载速度可以用G来作为单位了 比如你买手机的时候,再也不用考虑手机的储存是多少G的 需要调用的时候,直接调用云端数据即可 第二个特点就是MMTC大规模机器通信 说白了就是大规模物联网 比如说你上厕所的时候,马桶是智能的 能够随时给你尿解,评估你身体到底健不健康 第三个特点是URLLC高可靠低食言 简单说就是传输数据安全可靠 且基本不会有什么延迟 其实在4G下,无人驾驶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4G的传输延迟速度大概在100毫秒 如果一辆车以120千米每小时高速行驶 那这100毫秒内将会导致3至4米的额外刹车距离 出车货的概率极大 而5G网络的延迟理论上仅有一毫秒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仅会产生3至4厘米的额外刹车距离 相比4G网络额外刹车距离减少了接近100倍 安全系数也会得到大幅提升 而5G的具体应用则是基于这三大特点的 我们知道,不论是1G网还是234G网 根本上解决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问题 而5G将要解决的是人与人 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通信 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 你用你家的智能马桶上了个厕所 结果智能马桶通过尿液检测 发现你最近不太健康 于是你的马桶告诉你的锅 做饭的时候需要怎样的调节食物搭配 才能让你达到膳食均衡 不恰当的说 你虚虚的过程就是人与物的通信 而马桶和锅的沟通就是物与物的通信 知道了5G的通信应用范围 现在我们聊一聊5G将有可能在哪些具体的方面 有巨大的应用空间 我们知道5G时代下 看视频不卡了 可以传输4K视频 甚至可以储清主播有多少根鼻毛 但是同时要知道的是 5G本身并不是为了服务视频而诞生的 相反很有可能将视频送向淘汰的边缘 3G带来图片 4G带来视频 5G将有可能带来全息 我们以往看一条新闻 最开始通过电台或者报纸 再后来我们通过图片 现在随时就会有人拿出手机给你直播一段 而5G的到来 就是突破了2D的限制 将你送到现场 给你全息的感受 我这么说仿佛就是在扯 然而并不是 实现全息 需要VR AR的辅助 我相信很多人都感受过VR 我们在商场里 会有人给你戴上一个眼罩 通过眼罩和耳机 将会给我们传递一个很逼真的画面 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但是同时我没有能看出这是假的 因为画面的画质太差 音质太差 并且有物理距离的限制 很容易让人出戏 而5G与以往不同 5G支持云VR AR 将会解决视觉 听觉 传输质量问题 以及物理传输距离问题 给你近乎完美的体验 配合上智能穿戴设备 让你有身临其境之感 而全息体验产品的生产者 也会成为新时代的一个宠儿 云VR AR的用途并不仅限于此 原本的VR AR 可能是下载到本地的 但是云VR AR 则是可以实时的 我们可以利用云VR来操控一些高维职业 比如开挖掘机 因为云VR可以完全模拟现场 再加上以后挖掘机 物联网本身就是智能的 并且根据高可靠和低实验的网络 我们就完全可以远程操控挖掘机 这样就要安全很多 再者 我们的云VR 还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平台展示功能 比如装修网站 可以将装修方案 以全息的形式制作出来 然后放到云端 当顾客有需要的时候 则是可以让顾客全息体验 把装修成果会是怎么样的 同时无线医疗也可以实现 医生只需要远程操作 本身已经物联网的手术机器人 并且有高可靠和低实验的网络支持 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就能实现远程手术 接着我们看到个人智能设备 5G时代的到来 给了残障人士恒大的福音 有公司专门研制了 针对盲人的智能头盔 可以和其他设备互联 辅助盲人行走 做事等等 甚至可以使部分盲人复明 再或者智能轮椅 智能甲值等等 在万物互联的年代 谁说智能甲值的功能性上 一定不如原生的呢 再把目光聚集到自动驾驶技术上 5G的落地将会使 自动驾驶的实现成为可能 高可靠和低实验解决了安全问题 而万物互联感应 则是可以提供数据 众多车辆的出勤数据和红绿灯 将会得到云 以及大数据的统一分析和控制 自动驾驶将会是一个 比人类自行驾驶更加可靠的方案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 非智能车辆禁止上路 人类禁止驾驶骑车 当然 自动驾驶要解决的并不仅仅是这些问题 但是5G 无疑是给自动驾驶带来了巨大的福音 再者 因为物联网的实现 我们还能得到能源的智慧监控 在5G时代到来的明天 如果我们断电了 我们的物联网将会以最高效的方式 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 而不是低效的人工排查 进而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 整体上看 5G可以更好地调动和监控能源 5G时代还会大幅提升 个人信用本身的价值 以后的监控都可以是4K高清 且人脸识别的 万物互联也许能够知道你所做的一切 你做的任何损失信用的事情 最有可能会被记录 信用本身将会在未来越来越值钱 都说4G来了 大家用手机支付 小偷减少了很多 那5G来了 信用网络全面铺开 犯罪本身也许就会大幅减少 社会也会越发的和谐 最开始我们也许不觉得那三个特点怎么样 但是现在再看 高速信息传输 大规模物联网 和高可靠低食言 他们的组合能够带来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5G的未来 值得想象 以后送快递的也许不是快递小哥 而是无人机 高位职业也不再有人从事 而是人工智能代劳 出门旅游 我们也许再不需要导游 出行再不需要司机 自动驾驶下甚至再不需要红绿灯 打游戏也不一定需要用手 5G的时代 似乎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 对的 似乎是那样的美好 但其实可能危机四伏 5G时代的全面到来 其实也意味着我们迎来了一个 更加脆弱的社会 电力时代 不少行业建立在电的基础上展开 一旦停电 将会产生巨大的损失 而5G时代 则是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发展 基于网络本身展开 网络一旦出现问题 或者遭到黑客攻击 那后果将不可估量 网络木码和病毒的危害 也将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 现在要说 未来哪个发展比较有前景 我不敢乱说 因为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现有的认知都会受到相当的冲击 5G时代 大部分行业将会颠覆 会出现更多更新的行业 一个行业本身的寿命将大幅缩短 一个职业干一辈子的事 也终将成为历史 那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呢 不停的学习吧 也许是一条出路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点赞 最后关注国小小老大叔 看一点不一样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